星電視 社會恭喜良心傳媒 有你的支持 我們信心更充裕 請我們喝杯茶 星電視 STV 屬於大家的平台 Kao 嗨 早安 感謝你們多次收拾著 rais美麗人生 蔣瑪莉 節目北京北角也做了半年多了 講рос FlexHung Kong的新聞 開始冷了 因為那就比較休曲 早一段時間是好得意 立秋啊 1號到中秋 到現在很快明天來結束 他們說開始辣は太了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呢?我們還是暖暖暖的 都是二十多三十度 也好,有陽光泡照,天氣算不錯 剛剛那個週末本來就說會打風 那就感恩,因為其實大家都已經做了很多活動 有時候教會又開了,大家都很擔心 哎呀,要開教會,馬上又打風了,可能又要停了 他們說每逢10月11月打風,通常都會打得很厲害 那就好好了,沒事了,星期六、星期日我還跟朋友一起 就真的可以去郊遊 出了香港很多不同的地方 其實呢,原來香港有很多很有趣的石 我在我的Facebook上就已經發出來了 你們有興趣呢,看看我的Facebook Merry張張瑪莉 除了獅子山,或者是那些不同的 總之很古怪的石頭來的 有些好像荒包一樣 有些好像烏龜一樣 原來香港有很多這些古古怪的石頭 不用去到中美洲、南美洲看 其實香港的石頭也挺有趣的 所以你們可以 有個亡夫山也很有趣的 所以如果你在香港過去的 你知道我說什麼 如果不是的話 你聽慣這個節目 你可以嘗試上去 張瑪莉、Merry張的Facebook上看 我真的自己看了都覺得很感興趣 希望以後的假期可以和朋友一起去看看這些很怪趣的 或者叫脆怪的石頭 第二件事,除了天氣之外 香港的冠狀肺炎 都好像搞來搞去都還沒搞得到 那麼我們的健康碼 又說來說去都還沒出得到 最近剛剛這幾天 其實都有一個多個星期 那麼就說在大埔那裡 可能有些就是不明的源頭 就是說他們是染病的 但是又可能沒有表現出來的 就是那些隱性的患者 還有就不斷天天都有一些數字出來 那真的希望這次不要帶來的第四波了 還有你知道天氣開始慢慢冷 就會很容易就會有感冒 流感也是一個旺季來的時間 那麼希望大家都注意身體 上個星期我跟大家說了就是 怎麼可以活出一個豐盛人生 怎麼可以一個美麗人生 那我說了衣食住行 我不再重複太多了 因為如果是需要的 你自己可以上網聽回 我就說穿衣服 穿衣服是一份禮貌 還有我們愛惜自己的身體 衣服就要在不同的環境 不同的身份要配合的 食就是我們吃得是福 那就注意一下自己的飲食 我都說在這段時間 尤其是流感的時候 儘量不要吃那麼多煎炸東西 除了早點睡 喝多點水之外 他們說的 喝水 原來喝咖啡、喝茶 或者其他飲品 就算喝菊花茶 都不算是水的 一定要是那些真真正正的 叫白滾水那些 才算是水 衣服 住 我經常覺得家是心之所在 所以家裡不用裝飾得很漂亮 最重要是舒服 還有給你一個安穩的感覺 我經常說 除了每天走一萬步之外 就是萬步人生路之外 其實多些能夠出去 放眼世界是好的 不過現在大家都沒得動 我們那些氣泡 說來講 都還沒能做成 只是跟一個地方做 就是上次我都說 跟新加坡 有過這些旅遊氣泡 香港人很有趣 沒有地方去 現在很多所謂本地團 哭冷參加本地團 好生意到不得了 所以香港人其實都是很有福氣 以前過往經常都飛出去 很多所謂外游 現在沒有外游 就變成內游了 在裡面游換 其實香港我剛才也說了 有很多趣怪的石 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 其實我們沒有去這些 離島也很漂亮的 我們現在就是行 在衣食住行 行 我們做多一點 上次我又跟大家說了 其實生活上我們要重整 就會健康 還有長瘦 第一件事我都說了是運動 又不說太多了 運動有一件事最特別的 就是原來所有的排毒系統當中 是出汗是最好的 包括你的皮膚會漂亮 還有可以瘦身 還有一件事 就是真的把身體裡面的毒素排出去 什麼運動都好 總之就不要勉強自己 適可而止 我記得有一位心臟醫生跟我說 他說每天如果能做到運動 是讓你微微出汗就已經很好的了 所以他每天吃完飯 不立即睡覺 下午吃完飯 他就會逛逛半個小時 才回到診所休息 他有一位心臟醫生很出名 我當然相信他 第二件事就是 培養一些個人喜歡的興趣 因為為什麼呢 現在我們年輕 我們學就學習快 到年紀大一點大一點的時候 你就變成專家了 那個東西 積冷衫我積了20年了 很多東西 例如畫畫 攝影 各樣東西 寫作 你做了20年30年 其實就是專家了 對不對 所以就多一點 給自己有些興趣 我這陣子就很喜歡 種花 我也很喜歡 畫畫的 一向都有喜歡攝影的 這些呢 很多時候我們因為 身份子小的時候 我們要照顧他們 到他們大一點大一點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各自了的興趣 拿出來 第三件事就是 我們每個人 Cela 那我們選擇的東西 就要選擇好的尺 James 精選 精選的意思就是 和那些開心的人一起 不要經常和 苦瓜桿 扁聚的人一起 近珠姐七 跟那些开心人在一起 你自己的正能量也会高一点 好了 第四样就是减弱 减弱的意思就是 不要让自己太累 将一些东西尽量减弱 就是尽量减低 有时年纪越大 就早点扔东西 有些时候 如果真的要人帮 也不怕出声 第五样就是时间管理 每个人都是24小时 我上次也说得很清楚 什么身份 你多有钱 你什么都好 你都是24小时的 我们要善用 千万不要说 很急很急很急 原来那样东西是不要紧要的 还有不一定要你做的事 不要自己做 OK 好了 第六样东西就是 改变我们的思维 因为有时我们想东西 想起来一边 就会怎样 就会整天都不开心 起落的心就是凉弱 不开心你就不会 好样的了 你明白吗 还有就很容易生病的 千万不要 毅点毅死 OK 那么七就是 吃好点 睡好点 对自己又好点 好了 八就是 抱一个很乐观的态度 都说了 哎呀 怎样都好 假使小时不断过的 你为什么这么執着 在一些东西里呢 是吧 凡事退一步就海阔天空 有些时候真的可以被自己哭一场的 或者找人去倾诉一下 是吧 总之呢 就是保持一个乐观豁达的心境 好了 那就继续了 我不重复上次的了 回归社会热心公益 其实我们经常听到 《施比秀更为有福》 这句说话其实在圣经里面 我们多参加一些不同的活动 有个好处呢 就是你认识多些朋友 生活圈子扩阔 还有一个难得的呢 就是其实原来我们很多时 以为帮人家呢 是帮了自己的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非洲 我都以为自己 拿着很多礼物给人家 有善心啊 那样东西 但发觉到去到之后呢 哇 原来最得益的是自己 因为跟人家一起相处的时候 就很知道自己原来身在服众 我们有时真的要感恩的 是不是 好了 第十样东西呢 就是说 我们要积极人生 我们时时都会遇到一些情况 就是不是我们想的 不过是做错了的 我觉得做错了不要紧要的 最重要是反省过去 努力原在 创造将来 英文我们就说 We learn from yesterday We live for today We hope for tomorrow 好了 那我放一首歌给大家听下先 好吗 接着再和大家讲一下 如何重整一个生活程序 令到我们更加美丽和开心 听一下叶雪文的这首 秋天啊 秋来也秋去 红红黄黄黄叶仪伴我唱 飘塌坊的你可有着凉 证问为何是你 使我等待 怎么要千滴烈泪的进我梦香 又是梦的秋 仇无尽的秋 知否当你远去后牵挂到圈头 旁人尝问何时要等 怎么可以一切不爱别人 自问若忘掉你都算应分 可惜每当月落便念你更深 背着人心酸 人与缘相恋 退堂当世界再没秋归再说 秋来也秋去 秋风教人掉眼泪 何时才跟你可重聚 秋来也秋去 要到几多岁 方信你与我早早告吹 秋来也秋去 千千片红烟的醉 如完成凄美的情绪 秋来也秋去 我似秋红去 只有信会跟你在共对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旁人尝问何时要等 怎么可以一切不爱别人 自问若忘掉你都算应分 可惜每当月落便念你更深 背着人心酸 人与缘相恋 退堂当世界再没秋归再说 秋来也秋去 秋风教人掉眼泪 何时才跟你可重聚 秋来也秋去 要到几多岁 方信你与我早早告吹 秋来也秋去 千千千片红烟的醉 如完成凄美的情绪 秋来也秋去 我似秋红去 只有信会跟你在共对 秋来也秋去 我似秋红去 只有信会跟你在共对 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